哈囉大家好,讓我們一起來欣賞2021年9月在義大利舉辦的歐洲錦標賽 參加這次比賽的大咖,包括了環法冠冠Pogaccia 以及同為斯洛維尼亞隊的Mohorich 斯洛伐克的Peter Sagan 西班牙的Mikolanda 義大利的Cobrelli 比利時的Remko 終點前124公里,足集團落後領先集團1分鐘 西班牙的Mikolanda目前也在領先集團中 斯洛維尼亞的Pogaccia和Mohorich在主集團中 葡萄牙隊領其在主集團前端,Elmeda也在其中 西班牙隊的Mikolanda逐漸跟不上領先集團 斯洛伐克的Peter Sagan在主集團中 這是斯洛維尼亞的Mohorich 今年在許多賽事上表現出色 同領先集團掉隊的Mikolanda快被主集團抓到了 零先集團正五名選手,分別都屬於不同的國家 Pogaccia等三人發動攻擊,試圖逃脫主集團 敏仙集團4位選手快被抓到了 敏仙小組遭到併吞 Mohorichi在集團最前端 重點程74.2公里,主機團快抓到逃脫的兔子綁地 Baday繼續掙扎,試圖甩開主機團 最終Baday還是被主機團抓到了 Mohorige這時候殺了出去 一陣廝殺後,五名選手成為領先集團 Pogaccia也在其中 距離重點65.2公里,Pogaccia在領先集團前端 終點前57.7公里,領先集團有7人 其中有義大利的Cobretti和比利時的Ranko Baday,領先集團 葡萄牙的Almeda在第一追擊集團的前端 Cobrady這時候在領先集團前端 這時候Ramco從領先集團中發動攻擊 第一時間只有法國隊的Costenec-Flori和義大利的Cobrady跟得住 Pogaccia在後面追得很辛苦,而領先集團繼續加速 領先三人小組逐漸將Pogaccia甩開 Pogaccia在內的第二集團與領先集團差距10秒 三人領先集團逐漸將領先差距拉大 Pogaccia在內的第二集團與領先集團差距拉大到了30秒 法國隊的Costenec-Flori逐漸從領先集團調隊 Pogaccia持續追擊,但還是追不上領先集團 以前小組中的Cobrady持續跟在Ramco後面 Cobrady持續跟車不輪車,Ramco很不滿 不停示意要Cobrady上前輪車,不過Cobrady並沒有理會 Ramco持續要求Cobrady上前輪車 Cobrady後來走算是上前輪了幾次 加速溫車 Krrady 引先兩人小組到了最後五百米 最後四百米Cobrady先cito黏著 chicken Ramco後面 Coblady在最后这个过弯超前的Lanko 接着火力全开 最后的冲刺Coblady率先抵达终点 地主侧迷全都HIGH翻了 第二名的Ranko坐在地上 看来他对于这样的结果相当不高兴 法国队的CosmeFroid三名到达 第四名到达的是地主意大力队的Matteo Trentin Ogaccia排名第五 Lance 2的B вместе 拿了第二名的Ranko看起来一点不开心 今年6月份赢得意大利国家锦标赛后 Cobrelli一直穿着意大利国家冠军衫 任赢得欧洲锦标赛冠军 车衣也升级成了欧洲冠军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